大家好,我是James 最近有新闻出来,就说像巴西的变种病毒P1 他就会让那些,就算你之前是感染到这个新冠病毒 然后你痊愈了之后,你体内有这个抗体 但是当你遇到这个巴西的这个新的变种 你还是会受感染 然后也看到一些新闻说,这也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最近全球很多国家地区 这个确诊的人数,似乎又开始慢慢的爬升上来 他们就说,这就是变种病毒所造成的一个破坏 所以这个病毒,现在的情形似乎是起起伏伏 还不是太过于明朗 就像我之前所分享的,这个变种病毒 它将是未来一个非常的关键 这场疫情打到最后的决局会是怎样 因为这个病毒,它一下变种了之后 它的传染性跟杀伤力 甚至它能够所谓避开这个免疫系统 还是这个疫苗的一个保护攻击 那么我觉得对于人们来说 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所以全球今天确诊增加31万1840人 今天全球死亡又增加了10235个人 然后马股方面今天是不错的一天 大肆是在上涨 KLCI也起了一个18.58点 收在1588.45点 然后亚洲的市场基本上还算是不错 特别是香港 香港的这个恒生指数今天也起了一个2.7% 算是不错的一天 然后马股今天上涨的counter597个 下跌的有478个 像C-Link今天还是起了13.9% 它的NTA61分高过于它的股价 CNI9.3% 最新业绩YOY转亏为盈 Mobilia这家才挂牌不久的 今天9.1% 它的员工的宿舍跟政府申请认证 也被批准了 然后今天当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手套的板块 因为手套股之前经历了蛮 你可以说蛮久的一贯下跌的趋势 然后你可以看到像i3 很多人就生气 很多人就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一大堆很多负面的情绪 不过来到今天手套股 又终于涨了上来咯 然后最厉害当然是HLT 今天涨了19.9% 非常不错 所原因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最近全球这个变种病毒似乎是来势汹汹 就算你打了这个疫苗 还是你之前本身确诊到 然后你康复了之后 当你面对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像巴西南非的那一类 可能你体内的抗体还是不足以保护你 所以这对于全球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危机 我觉得是来势汹汹 所以可能市场也是注意到这个消息 也是反映在今天的一个股价 当然也是手套股 跌的那么多天 很多已经是single digit的PE 所以市场觉得便宜来买他的话 当然也是一个可以解释的一个理由 所以今天是不错了 HLT刚才有起了 然后Turt Glove今天也起了一个7.2% 当然Turt Glove啊 顶级手套 我之前选股是有选他 SoTurt Glove我选他到现在 他的一个回酬也是有一个啊 169%啊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啊 6年才会有啊这一种回酬 因为我本身啊 其实不断哈做一个啊 选股服务 Jams Stock Pick 就是每个星期我会出一份啊 选股的报告 上面啊根据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一个选股 来到今天相当多 我的选股啊 回酬是非常不错的 像Hexstar Global 今天啊6.2% So在快二这家公司啊 也是要做bonus issue 发行红股 之前我选Hexstar 他的股价50.5分 他也派了股息3.2分 这11个多月也是有144%的回酬啊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6年才会有 KGB啊9.4% 今天说在2块啊4毛4 他最新业绩啊 上个月26号QOQ53% 之前我选啊KGB 他的股价96.5分 也派了股息3.3分 这两年啊两个多月也是有156%的回酬啊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6年 OpenSeas啊今天2.9% So在53.5分啊 最新业绩他上个月22号QOQ啊23% 我之前选OpenSeas啊 before他bonus issue35.5分 也派了股息0.875分 这9个多月也是有129%的回酬啊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5年 当然还有其他选股啊 我这边不说了 so你可以来join一下这个啊选股服务 每个星期你会收到我的一份啊选股的报告 我根据啊基本面投资法 就是啊很多投资大师 像巴菲特他的伙伴哈查理啊 孟这个人也是啊非常提倡的 就是你去看一家公司的这个财务报表 在年报季报里面很多的数字 你就能啊选出了啊 像管理层啊 至少负债标现金流股息各方面啊 优秀的一家公司 然后啊 当然最重要哈中长期这些公司啊 必须要能够有一个成长的空间 然后要强调这也不是短期啊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啊suggest至少buy and hold 一个啊两年左右的时间啊 两年之后如果全球啊经济vshade反弹 如果啊未来哈这个疫情能够得到一个啊 比较好的一个控制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赚大钱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当然你赚钱的机会是相当高 然后你潜在的啊回酬也不会低 so啊非常欢迎你可以直接来啊whatsapp我 或者啊email我 我的whatsapp跟啊email address在啊下面的discre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啊pm我都啊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今天来跟大家聊这一家啊手套股了哈 今天他的表现也是啊不错的一下啊 就是rubberrex啊corporationmalaysia rubberrex啊这一家公司 今天他也不赖了哈 今天也飙了一个17.4% 这种账幅啊其他公司搞不好你要等上一年哈 他在啊一天之内做到了手也是相当的不错 收在一块啊两毛八这个价位 事实而言啊这家公司11亿 然后当然啊PE哈 啊该说很多手套公司的PE已经来到一个single digit非常夸张 sorubberrex的PE现在也是8.12倍了也是算挺便宜的 ROE啊股本回酬34.73%啊profit margin31.5%不错挺高 因为啊其实现在手套股都不错了 那么marginROE也是啊走的上来了很高 next cash了啊rubberrex现在手上的钱有一个1.7亿 current ratio啊4.02倍 然后earning yield也是有一个13.22% 然后最新业绩上个月啊24号啦啊出炉 你可以看到已经连续8个季度QOQ啊都在进步当中 然后当然他这个季度的收入啊应该是他的啊历史新高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sorubberrex啊这家手套公司 他所生产的手套其实是很多种啊有啊家用型的通用型工业用途的 还是现在全球都在demand很高的这个丁金手套啊他都有在生产了ok 所以他本身其实生产啊挺多啊不同类型的这个手套啊他都有做 好我们来看上个月他最新的业绩就是4th quarter financial year 他的啊revenue收入哈 yoy也是暴增啊他的收入yoy啊增加了203.8% 从去年5030万增加到啊这个季度1.5亿 sorubrex的PAT啊税后利润更是狂增哈 他的PAT从去年388万竟然增加了1431% 他的PAT yoy是增加超过14倍 来到这个季度是5944万哦 so他的PAT是啊非常夸张暴增了非常之多 他的原因当然每个手套股都一样啊就是啊这段期间demand非常的强劲 然后他们的手套的ASP啊平均售价当然跟之前比提高了非常非常多 再加上他的efficiency啊他的utilization机器这些当然去到更高了哈 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季度啊历史新高的记录啊不奇怪了 so展望未来非常正面了哈至少啊我觉得今年啊很多手套公司 基本上我觉得今年都会是非常亮眼的一个业绩 因为像啊rubrex他都有解释了他说他其实本身这个产能这个啊 每一年的这个capacity啊他的产能都不断的扩张了 他们是没有停下来的一直有不断在增加他的生产线 so他的年产能呢已经从之前一年10亿只手套啊增加到现在25 亿只手套增加了非常多 然后他也透露了就是啊下一个财政年啊financial的21年 他这整年的25亿只手套的这个啊货哈 已经被人家订到完了看到吗非常夸张哈 就是下一个财政年financial的21年 他说啊这一年所要生产的25亿只手套啊已经被顾客订到完了 okso这是啊非常不错 so他们forsi是说financial21年啊这个啊他的profit的表现啊肯定 几乎是肯定哈会比这个financial20年去到更高了 okso我只能说啊这个今年而言所有手套公司预期啦都会非常一个强劲的一个表现 很多手套公司啊其实都一样哈就是他们今年的产人啊几乎已经book到完了 然后有些公司甚至已经排到明年的第一季度哈你看他们的报告啊其实都有在透露当中 所以总的来说咯我个人觉得啊手套股当然之前跌到这样低哈现在很多PE都是single digit 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有成长的空间了哈他们的股价啊是被低估的现在 当然啊rubberrex也是一个啦PE现在啊8.12 股本回酬34.73% margin 31.5% net cash 手上的钱1.7亿 current ratio 4.02倍 earning yield 13.22% 然后连续8个季度QOQ都在上涨当中当然手套公司其实我很看好啦他们长长期的愿景 因为很多人怕啦就啊之前很多像forum啊晚上传到乱哈就是你懂啦那些有心人制造恐慌 他们就说哈因为如果未来这个啊新冠病毒完了之后这些手套公司就完蛋了 其实这样讲是错误的哈因为手套这个东西啊就算是pre-covid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必需品 ok每天都会用到的哈跑不掉的只是说这一次是因为covid-19的关系它的demand才突然间变到非常的强劲 so就算未来let's say啦maybe啊几年后我不懂这个疫情如果能够受到一个控制的话啊 当然啊最乐观的人是说啦像之前哈他们说可能啊明年年头最快啦会得到一个控制 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啊其实手套公司也不一时哈它的产品的demand肯定还是会在那边 然后根据他们的这个啊模型forecast他们也说啊就算是covid过了之后 他们预期这个手套的demand啊每年还会成长一个15%左右 会比之前pre-covid这时期的成长CAGR去到更高了 so他们这个模型不是乱乱啊猜测的啦他们是有一系列的这个statistic的这个data在知识当中的 所以我只能说啊手套股啊当然长期而言他们的啊这个业绩啊是有所保证的 你想象一下每年手套的demand啊如果15%15%这样子成长的话是相当惊人的一个市场的一个value了 当然啊当然也是啊手来临的这个业绩展望啊就是5月份哈我forsy rubberracks 他应该会继续交出一个啊yoy啊非常啊yoy继续成长那个业绩了 应该我觉得问题不大了他他的产能已经完全变boot了哈ok so当然讲的那么多还是啊disclaimer四个字最重要了哈就是啊买卖致富 ok这四个字啊买卖致富是啊最重要的好 今天视频分享啊暂时聊到这边啊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啊收回 也记得按啊订阅打开铃铛以便啊第一时间收到新视频的通知啊 最后也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啊这边收看啊我们再会拜拜